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生命记》的灵修 要继续28章的后面的部分 从第15节开始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到 神愿意祝福凡遵行他旨意的人 15节开始呢 那就是相反的陈述啦 神要咒诅 凡不行他旨意的人 那么从15节就给我们看见 这些咒诅好厉害啊 这是为了警醒人管教人 先看经文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框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以及流堵 羊羔都必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必受咒诅 以上这几节呢 可以说是后面很长的咒诅段落的一个前沿 给我们看见这些咒诅 遍及很多很多的范围 下面就继续讲到这些咒诅的细节 以及可怕的地方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使咒诅扰乱 责罚临到你 直到你被毁灭 数数的灭亡 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 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 耶和华要用劳病 热病 火症 猎疾 刀剑 汉风 煤烂 攻击你 这都要追赶你 直到你灭亡 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 变为沉沙 从天临到你身上 直到你灭亡 哇 这些咒诅不得了了 虽然很多是象征性的说法 不过呢 的的确确是写到这个风不调雨不顺 所以他们的农作物收成等等都受到很大的亏损 继续下去又有其他的项目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你就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 必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你的尸首必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 并无人轰杆 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仓并制仓 流皮险与戒攻击你 使你不能医治 哇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了 虽然我们只读到这里 已经感觉到这段经文有多大的威力了 首先这段经文讲到 他们的军事行动会失败的 敌人会来攻击的 哇逃亡的份啊只有 然后呢又讲到好多的疾病临到他们 虽然原文这些疾病到底是怎么疾病 不一定每一个都很确定 但是总之各种疾病会临到百姓的身上 这些都是管教 希望百姓快快回头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还有重要的咒诅会出现 三十节 你拼定了妻 别人必与他同房 你建造房屋 不得住在其内 你栽种葡萄园 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 你的牛在你眼前窄了 你必不得吃他的肉 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 不得归还 你的羊归了仇敌 无人答救 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名 你的眼目终日切忘 甚至失明 你手中无力拯救 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 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 你时常被欺负 受加制 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 必自疯狂 耶和华必攻击你 使你膝上 腿上 从脚掌到头顶 掌独仓 无法医治 哇 这些语言真是令人恐怖啊 首先啊 你取得妻 你也得不到 你所种的 你也说不到 连儿女都被掳走 这许许多多的灾害的描述 都是咒诅在各个层面 所发生的描写 下面呢 就给我们看见更悲惨的一幕了 三十六节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 领到你和你列祖 数不认识的国去 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 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 要令人惊骇 笑谈 鸡笑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 收进来的却少 因为被蝗虫吃了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 却不得收葡萄 也不得喝葡萄酒 因为被虫子吃了 你全境有橄榄树 却不得其油抹身 因为树上的感染 不熟自落了 你生儿养旅 却不算是你的 因为必被掳去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 这里讲到不只是 外国人来攻击啊 还讲到他们被掳到外国人 那么在家乡被欺负 是一个苦境 被掳到外国 那苦境就更加重了 这一些的描述 都是因为百姓 不守神的约 而带来的咒诅 神将这些咒诅 放在百姓的面前 先告诉他们 这个预告 使百姓有所检点 当然神不是劣带狂 神的咒诅是一个管教 在管教中 神多么等待百姓的回头 愿主带领 我们走十字架道路 有时候也会离开了神的旨意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快快回头 这个叫做悔改 来到神面前 继续经历 神给的祝福 而不是神赐的咒诅 愿神祝福你 平安 平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